夏天是花莲游客量最多的季节 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出国 花莲又举办很多活动 目前许多观光景点就纷纷出现了游客到法 业者表示受疫情的趋缓 6月1号开始 花莲县政府又解除了强制戴口罩的禁令 这些都会吸引更多游客到花莲来旅游 天气炎热 气温升高您准备好了吗 位于受风向的立川渔场 长期以摸险经亲子体验为主要的水上活动 随着国内疫情逐渐趋缓 就有家长带着孩子特地来到不受空气污染的收风箱 来放松心情 舒缓防疫期间无法出国的心情 业者也感受到了外地游客 特地来到花莲游玩的来客量明显增多 好 自从我们花莲县政府6月1号口罩解禁之后呢 我们的人潮确实是有回来了 尤其是在假日 就游览车也回来了 然后散客一定是都会很多 那当然参加我们体验活动的人也变多了 那我们也接到很多的电话 就是像学校的校外教学也开始启动了 所以我们这边也开始校外教学的学校也都开始回来了 在我们的营业时间呢也做了一些调整 所以本来在疫情之前我们缩短了营业时间 那在口罩解禁之后呢 我们的营业时间也开始拉长回到我们原来的一个营业时间 那也希望这些人潮能够赶快回来我们整个花莲的一个场域 旅游业的开始复苏 显见旅游热度开始加温 花莲各处的观光景点 摩拳插掌防疫新生活运动 6月1号起解除了强制戴口罩规定 观光业者也期盼县政府能够协助观光业后续振兴与行销推广 吸引游客来到花莲 记者林杰受风采访报道